欢迎来到爱家好医生 我真的很爱我的家人 但是我已经快要没有耐心了 家里有失智症的家人 发病的时候 陪伴的孩子或者是伴侣 会发出内心的呐喊 因为在这个照顾的过程当中 要适应一个新的个性 还有新的生活习惯 在不了解失智症 脑袋在想什么的状况下 陪伴者真的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今天我们就借由这一集的节目 来了解失智症的长辈 或失智症的家人 他是怎么样看这个世界 而陪伴者又有什么样的技巧 跟态度呢 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 精神科蔡嘉芬医师 我们一起欢迎她 嗨 蔡医师你好 你好 蔡医师不瞒您说 其实我们这些朝间代的 大概是四十岁五十岁的 中间分子 没错 常常会面临这种 下有小 上有老的状态 跟小孩沟通有冲突 到了长辈 其实很多失智的长辈 沟通上面也很困难 不知道该怎么样的状况 没错 由于我们人上了年纪 本身就有一些天然老化带来的 一个沟通的困难 例如说视力比较减退 听力比较减退 可是失智症又是这里面 特别困难的部分 因为失智症会影响 我们一个人的大脑功能 所以一定会干扰到他的 即使说沟通的能力 或者是情绪 个性 那这个会让原本的一个状况 变得更加的困难 对 我们制作单位今天就 拍了一个VCR 来还原一下 家里有跟失智长辈沟通 到后来耐心磨光的 这样一个画面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我什么时候要看医生啊 看医生 你有发现这是同一个人吗 对啊 不过有时候这样子的安排还不错 因为本来我们就会长得 像自己的父亲 对 好像是下礼拜一吧 下周一啊 那那是几号啊 八号啊 八号 那今天是几号啊 二号还是三号吧 我觉得这个回答 会让长辈更慌 这到底是二号还是三号 对 因为他就是已经不太确定了 然后你又给他一个模糊的答案 对 我什么时候要看医生啊 不是说下礼拜一了吗 今天几号啊 爸 你刚才不是问过了吗 今天是二号 二号 二号啊 我什么时候开医生啊 拜托好不好 只管吃你的饭 不要一直问 不要一直问 是下周一 下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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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胃口了 我累了 我要回房间去了 不行 等一下妈回来了 看你没吃 又要骂我了 不迟了 不迟了 我累了 我去躺一下 爸 你 你很难搞 蔡是觉得刚才那个VCR里面的演员演得有到位吗 重点都是有到 那只是那个其实我们失智者的反应 还真没有那个影片中那么的慢 他们不但会重复问 而且一天问的次数 其实是远高于这个VCR派出来的次数 真的会重复问非常多次 所以到后来 因为我有家人也有这样的状况 他语速是很正常 你如果不认识他 你会以为他讲话很顺 然后一天他可以问个五次十次都有可能 所以到后来大家会很慌 那我要怎么终结这个循环 所以我觉得有很多陪伴失智者的家人 会有很多的状态 是第一个门槛要过 对不对 大概有哪些情形 大部分来讲就是说 他们不了解失智症是一个怎么样的疾病 像刚刚这个VCR里面看到的 这个就是所谓重复询问 那是真的是一个很常见的症状 举例来说 像在节目里面常常介绍到 这个注意力不足过动的小朋友 那如果你知道说 原来注意力不足的小朋友 就是会这样的时候 第一个你比较能够有耐心的接受 我常常会跟家属分享说 如果你心里预备说他会问两百次 他现在只问你五次 你就会觉得今天真是个好日子 今天真的是不错 门槛变高了 对 就是说因为你知道 所以你了解 那你才能够接受 那第二个情况就是 有很多家属他会很紧张 是 他会很担心 想说完蛋了 他怎么会这样 那他以后会是不是会变得 他是不是都像有时候 完全无治理能力 对 就是例如说 现在可能只是很轻微 现在只是一个轻度的状态 那病人其实还没有那么糟糕 他们马上就说 那他是不是 我是不是现在要去找安养院 他是不是 我们现在就立刻请外劳吗 就是有时候又太过度的紧张 然后反而会忽略的说 病人他虽然有这个疾病 他可能还有某一些功能 他还有某些能力 那我们要尽可能地协助他 太担忧未来 反而忘记专注的当下的相组 还有没有一些状况是 不愿意接受的家长 这个真的也是不少 有非常多的这个子女会 一开始会难以接受 他真的是不愿意相信 有点否认的那种态度 他会说 怎么可能 可是他那个 我上次跟他拿五百块 他都念念不忘了 哪里有失智 要不然就是说 可是我觉得他根本 那个是故意的吧 我叫他吃饭 他就不吃 我先生 就是他的小孩 叫他吃饭 他就吃 这根本是故意的 这哪是失智 所以有些家属 他会因为种种理由 他会不愿意接受 有一部分是心里很舍不得 有点像是说 医生跟你说得了癌症 你就拒绝承认 想说不接受 好像就没这件事一样 那有些时候是真的 也是对这个疾病不了解 会把他误会成说 他这个是个性问题 这是他故意的 他就是折磨我 不想给我过好日子 尤其是媳妇或是伴侣 常常会说 我辛苦了一辈子 他现在就要搞我 这可能是故意的 就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误会 而且有的时候 失智症的病人 他不是所有功能都掉 所以有的时候在吃饭的时候 还讲了一个好笑的笑话 就觉得我这么聪明的笑话 怎么会是失智 但可是他在其他的面向 却退化得很快 或者是记忆力等等 对 没错 因为失智症是一个脑部的疾病 那么其实脑的功能非常多 那过去的宣导 让大家比较了解说 失智症可能就是记忆力不好 那也很多新闻事件 所以大家知道说 失智症可能会走路 会走丢 迷路 可是这个其实是两个部分的功能 那还有好多细细节节的 像语言的功能 算术的能力 还有我们大家最受苦的 就是情绪 个性 这些其实都是失智症的症状 可是大家不知道的时候 就会以为说 这样子就不是失智 其实还是有点小小的误会 之前有一部电影 奥斯卡的得奖的电影 叫做《父亲》 是 才是有看过的 有有有 我记得电影里面 她一直找手表 这是不是就是某种程度 她代表她要 她不知道现在时空是什么时候 她有手表 她才可以安心 知道说现在是几点 对 坦白说我们现在 大家都是 今天要是手机没带 我看你也是会很焦虑 现在几点 这个跟那个手表 意思是一样的 对 因为这个手机 这个手表 都是有点让我们定位这个时间 所以当你不记得 你不知道的时候 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我的手表呢 因为你想要看一下 糟糕你一找 连手表都找不到 就更慌了 所以一个不顺利 引发下一个恐慌 就这样好像是那种连环效应一样 一整个就乱掉了 所以很多人都说 我今天出门的时候超不顺 找一个什么东西 没找到 结果慌乱中 又弄掉了下一个东西 最后今天就整个就乱掉了 真的就是这样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 让我很纠结的点 是在那个电影里面 他人事物常常会 不小心搞混 从那个地视角你可以理解 那我是儿科医生 我就觉得 这个人事物都搞不清楚 不就是小孩吗 对不对 因为就是没关系 就像对待小孩一样 跟他沟通 可是他就生气 他就说我不是小孩 我不希望你照顾 我自己可以过得很好 对 所以他毕竟不是一个小孩 他是一个成年之后 在得到这个疾病退化 所以我们要注重一个 他的尊严 就是我们内容虽然很简单 可是我们跟他讲话的那个用识跟态度 要有点尊重他 尊敬他 所以反而照顾者要更厉害一点 要稍微的去包装 例如说 他连这个菜都不知道要夹过来了 那你不能跟他说 你怎么没有夹这个 你这个也要吃 我们如果是照顾小孩 我们就这样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有点 已经发现了 我们就要稍微的和缓说 今天这个鱼特别好吃 是我去买回来的 来你吃吃看 不要跟他说 你这个没有夹 你那个没有夹 所以就是在这个语气上 又要尊重他是一个成人 所以会比照顾小孩子 真的还要多一个功夫 那如果像刚才VCR里面这个儿子 假设我是那个爷爷好了 我就一直问说 那个礼拜几 今天礼拜几 什么时候看定 我要怎么样又优雅 又可以不失礼貌的 其实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想 你再怎么回答 他都不记得 所以这个回答的重点 不在于答案的事实 其实那个儿子真的好尽力 他已经很努力了 讲了好几次了 其实我常常跟他们分享 就是说 你就少讲前面那两个字 你为什么又问了 这句话略过 你可以重复回答说 下星期一 就礼拜一 但是你的语气 就是可以和缓一点 所以我的回答 只是为了让他觉得 我有在回答你 这样就可以了 第二个就是说 因为他根本就不记得 今天几月几号 所以你跟他讲下星期一 他还是算不出来 所以你就随便答 第二个你要了解说 他之所以会一直问 因为他很紧张 所以我们最重要是 你跟他说 别担心 反正我会带你去 我那天会来接你 他说哪一天看医生 不重要 我会带你去 放心 我来了 我们就出发 这个时候在空档 你还可以尽量地 转移注意力 例如说刚刚是在吃饭 你就一边讲这个 就下星期一 你这个吃一口 我会带你去 你不要担心 这个菜蛮好吃的 再弄一下 就是一方面转移他的注意力 有点就是说 像置物性行销一样 夹杂在中间 把今天应该做的 现在是在吃饭 对 带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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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真的都没有办法 让他停下来 至少你有安护到他的心情 让他知道说 你都一直有在理他 你不管他怎么问 你都一直有在理他 很多孩子 其实不是不孝顺 是真的被问到烦了 对 一个人为什么会很烦 因为你太认真回答了 所以有时候 我会跟他们说 其实你都很好 你就是太认真才会生气的 你要轻轻的淡淡的 最后你真的觉得 已经讲下星期一太多遍了 你可以 好 我知道了 OK 没问题 不要烦恼 以上这些重复使用 对 因为最重要的是 你有在陪伴他 最重要的是 他的困难 你会解决 剩下是他的症状 你了解就好 除了是这个问题 好像真的就是 跟小孩讲话的成熟版 跟小朋友 有的时候小朋友 一直在鬼打墙 一直问同样问题 就说真的 有道理 对 做得很好 对 只是我们忘记了 可不可以把刚才蔡医师 你讲的这些 画成几个简单的重点 主要就是说 如果我们要增进 跟失智者的一个 沟通的一个方式 就是要注意 像我刚刚虽然是示范 但我讲的实在是太快了 首先我们讲话要清楚 而且速度要缓慢 第一个是慢 对 清除缓速 这个清除真的就是这个字 咬字很清晰 所以我常常讲说 有点像是舞台剧训练 我们去看舞台剧的时候 好奇怪 我们做到好后面 对不对 他讲话我们还是听得很清楚 因为他咬字都有练过 然后速度也都有放慢 跟正常讲话真的不一样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可能要简洁有力 就是说恶药 就是说我们用的这个字 不能够太难 不要纹粥粥的 然后重点 抓重点 例如说刚刚那个重点 根本不在下星期一 根本不在几月几号 在于你要看病 我会带你去 所以我们把重点 传达给他就好 然后这样他才不会 整个就好像 他越问越慌 他越来越扩散 然后这个就收拾不了了 所以大部分那个重点 会在于他担心的部分 所以我们一定不要在 那个问题的表面打转 慢速 然后肯定地 把他内心的担忧 这个重点讲出来 然后说我们会帮你解决 对 那假设是说 他进来看医生 你会觉得很奇怪 他不是他来看医生 可他真的会搞不清楚 你是在做什么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对他 类似自我介绍 场地的自我介绍 人的自我介绍 张伯伯你好 我是你的医师 我今天来是要 做什么什么什么 大概就是对他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他会比较安心 自己家人也要自我介绍吗 会不会真的会忘记到 自己家人认不得吗 他可能会把A当成B 例如说你是老大 他一直觉得你是老二 或者是你的名字 黄 就是差一点 对 那你就帮他提示一下 要不然他会觉得 很没面子 他会觉得说 我怎么会连 这个都答不出来 所以你要不露痕迹的 妈妈 我从你啦 我今天 我们订了一个餐厅 我们现在要出门了 就是稍微 就是不露痕迹的 你虽然说你莫名其妙 我是你小孩 还跟你说我是谁 但是在失智者的沟通里面 这个很重要 像我们的课案 很多已经看我们五年十年 结果我还是要跟他说 最近好吗 我是谁谁 蔡医师 他们的小孩现在都学会了 每次进来的时候 都会对他提示说 这是蔡医师 OK 要不然他会搞不清楚 现在在看什么课 所以第三个是自我介绍 对 如果还有余力的话 记住跟他讲话的时候 眼睛要看着他 眼睛要看着他 因为他们注意力很涣散 他常常就是 就是都在看别的地方 那虽然你坐在他对面 可是你跟他没有一个 眼神的一个交流 就常常搭不上线 你示范一下 我现在是失智的患者 但我今天要来做检查 那我们就先来示范一个错误版的 还有错误版 错误版 就是说你用那种很难的自去 很冷静但很难的自去 为了要检查 你有没有什么脑中有什么脑瘤 或是中风 所以我想我们接下来会帮你安排一个脑部电脑断层摄影 那做这个摄影的话 是不需要打显影记得 然后就讲了一大堆 就是讲得很快 然后咕噜讲完 好 下一个 对不对 这个单子出去 等一下你就去做检查 这个要是失智者的话 他会很慌 而且他一慌 他就会掩盖事实 他就会无法 医生说我今天不用做这个检查 下次再说 有时候他还会说 他说要打显影记 对 我明明就说不要打显影记 对 然后他就说 他就把它记成说要打显影记 他就不敢去做 对 真的临床上都有发生过 所以如果我们跟一个长辈 一个可能有失智的一个个案 去讲说要做一个检查 对 我们可能要跟他举个例 对 这个黄先生 是 我会帮你安排一个检查 一个检查 然后这个对你身体是可以有帮助的 帮助 很简单 就是你会去一个地方 那有一台机器 你躺上去 好像火车或山洞那样 它就有一个山洞 你什么都不用做 躺着 也不用打针 其实是显影记 但显影记这么难的 不用打针 躺着 进去出来 十分钟就好了 就这样子而已 OK 那就这样子 他比较能够了解说 他待会要做这个检查 然后这个检查 因为我们只需要他 他会不会回头跟家属说 医生叫我去坐火车 也可以 如果是这样子 家属就跟他说 那我们就去坐火车 这样子吗 对 就是至少是一个比较 良性的正向的趣味的 让他这样理解 没有关系 所以刚刚就做一个小小的举例 就是要用他比较能够想象的 然后比较轻松 那其他很复杂的都不用讲 反正他真的不能理解 很多的人听到失智 就会想到疑神疑鬼 一定会发生吗 不能说一定会发生 不过失智症也会有 所谓的精神症状 那常见的就是说 他会觉得有人偷走他的东西 就算这个东西不值钱 他也会觉得有人偷走 那甚至你已经装了监视器 然后你说你看没有人进来 根本没有这件事 他还是不信你 因为这是一个症状 因为这样子 当然会产生家庭的纷争 因为你根本没有拿 然后他就怪罪你 然后他跟你住 然后他想是你拿 他打电话给另外一个儿子 说你哥哥不孝子 偷走了我的钱 整个全家就陷入一场混乱 那怎么办呢 如果这种状况下 不要正面的质问他 意思就是说 不要跟他说这是假的 因为这个是代表你 不接受他的意见 虽然不是真的事情 但是你不要直接挑明跟他说 你这忘想 你这就忘想 医生有跟我说 你这就失智症的症状 那就完蛋了 你们就闹起来 下次连我都黑掉了 这样他就不肯再去看医生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会建议说 你不能跟他说 没有这件事 那糟糕了 你也不能跟他说 有这件事 我们要想办法 混过去 呼咙过去 带过这个话题 只要识问虚答 问A答B 但我们没有骗他 例如说要跟你说 就他偷了我的钱 这样啊 那妈妈 你是不是很难过 那个因为就是你 我听你讲这个 讲得好像很生气的样子 你现在是不是很生气 那你很生气 你这样你血压 他有没有飙高 你有没有头晕 哪里不舒服 那要不要先休息一下 先喝杯水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就是说你表达你对他的关怀 想办法同理他的感受 不是同理那个事实 因为根本没有那个事实 所以同理他的感受 说我知道你很生气 然后接下来你可以说 我去了解看看 病人甚至还会在我面前跟我说 就抱怨他的小孩 那我也会跟他说 那让我来处理看看好吗 给我一点时间 那我就请他出去 然后就把儿子叫起来说 他这个有症状 那跟他稍微解说 所以我也没骗病人 我有真的帮他解决 我让他小孩知道说 这是一个症状 然后我们一起讨论该怎么办 所以说比较困难的技巧 就是在于说 你要同理他的感受 又不能否定他 又不能乱讲 所以确实是要有点技术 那让他觉得说 你有在听 你至少并没有跟他站在对立面 因为这真的是一个症状 那这个症状 我们会透过医疗的方式 去想办法调整 那家属要做的只是 维持跟他的关系 不要让你们的生活 变得很灾难 很混乱 那慢慢能够等到 这个症状过去 我也要给大家一个信心 就是说这样的症状 并不是会永远 在失智症的病程里面 永远出现 他有时候是这一段会有 下一段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一起往前走 撑过这个病程 那有时候我们就会走到下一个阶段 是 是 是 所以这是有盼望的 最后也关心一下陪伴者 有时候陪伴者 刚才我们教了他好多的技巧 然后还有同理这个失智的家人的心态 然后这个陪伴者的 每天的生活当中要不断地去努力 去呼隆 去识问虚答 失败的时候 就像刚才影片里面 他最后是失败了 爸爸就是不吃了 拂袖而去 有没有什么样给他鼓励的话语 首先就是说 要记住我们这失败只是一时的 那我们这个盼望是很永远的 所以不要拘泥于就是现在这一刹那的失败 今天这一餐不肯吃 那就跳过去 我们下一餐再努力 那第一个就是说 你一定要记住说 这个失智者他不是故意的 这是疾病带来的影响 这要说三遍 对不对 他不是故意的 另外第二点也是很重要 也是要说三遍 就是你已经做得很好 我认为就是任何一个 愿意去当别人的照顾者这样的人 都是非常了不起 第三个就是回应到黄医师 刚刚的一个提醒的定义 我们要照顾别人 自己一定要先健康 所以照顾着自己本人的健康 是非常重要 不能因为你觉得他生病 你就整个人就是燃烧照顾他 就忽略了自己照顾者的健康 这有时候我们看来会非常的心疼 所以照顾着自己的健康 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优先 对 他不是故意的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然后要顾好自己的健康 我想这是今天三个 蔡医师想要鼓励 失智者家人 陪伴的这些家人的三句话 希望大家今天能够很有收获 也能够更认识 我们失智的朋友 失智的家人的内心的状态 能够让我们一起陪伴他 走更长远的路 谢谢蔡医师 谢谢 谢谢 看完今天的节目 希望大家能够更加地认识 我们已经罹患失智症的家人们 从了解 从接纳 然后最后才能够有好的陪伴的品质 在陪伴的过程当中 也切记不要单打独斗 跟其他的家人一起分担 还有跟医师 跟心理师 跟专业的人士 或者有些支持团体 都可以让你在陪伴 这个失智症家人的过程当中 不至于燃烧殆尽 或者是失去了爱心 希望这一集能够带给大家很多的收获 也请大家订阅爱家好医生的脸书 以及YouTube频道 都可以在里面看到过往的影片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